臭师兄,坏师兄,每次都不在 咦,马半仙 道爷,真是道爷,你怎么在这里 我还问你呢,不守着道观,出来溜达什么 这马半仙第一次见他就在道观里打瞌睡 第二次见他在逛街,有点不务正业的样子 闲来无事,来古玩街逃些古玩字画或者古书点击 古书点击,老赵说过 经常接触古籍的有可能认识那些字 那这几个字你认识吗 这几个字简单,签,动,敌,坤 你怎么认识这些字的 道爷,我可是蚂蚁神乡派 既要上识天文,下识地理,还要懂风水看语 五行八卦,接触的全是声色难懂的古文字 认识这些福禄文,岂不是小意思 哈哈,你教我识字怎么样,我请你当 不行,这老道的道横这么低 怎么可以当我的识字先生 我请你当我的半读怎么样,教我识福禄文 能为道爷效力,乃是我辈之荣幸 这老道是个奇人啊,居然认识福禄文 定要好好结交一番 道爷,我俩也想学 不知可否一起加入进来 马半仙是来给我当半读的 你俩过来,又是什么身份 这 道爷,我俩愿意当老书童 刀枪不入,果然是奇门遁将 可有什么破解之法 凤总,对付这种奇人奇事 还得找世外告人来对付财情 我已经打听过了 这世上有一个总门名为磨道门 受钱便会败事,极其有信用 磨道门,那就去请 钱不是问题 只要能帮我们解决麻烦 三千雷冻绝 这难道是一门功法的口诀 天生异象,必有大事发生 我来补上一挂 这,马半仙,你补出个什么来 倒是说,吞吞吐吐到底是怎么个事 东方雷奇,天地祭灭 这是我在卦书里看到的 但从未有人补出来的一卦 这是举世强者将士的征兆 他若善,世界和谐 他若恶,毁天灭地 不对,这强光我刚才怎么看见 就是从这业家大宅迸发出去的 你们说这个强者会不会是 哈哈,这次压宝压对了 柔柔啊,你可给了师父太大的惊喜 徒儿们,我缥缈仙宗崛起之日就在眼前了 不要再做过多的牺牲 保存实力 如若上古护宗大阵被迫 大家化整为灵 分散四方 直指天书传人精绝天下 天书传人 缥缈仙宗已经有三百年未出现过天书传人了 从门上下数百号人 无人能看到天书里的字,难道是流落在外的仙宗子弟 这人会是谁呢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好像练会了一门功法 真的呀,我来试试效果 三千雷洞 哈哈,太好玩了 如果在山上绘这功法 我晚上就能把师父的胡子拔光 饿了吧 我也好饿 咱们下去吃饭 道爷,刚才天生意象 道爷可曾感知 这几个老头居然想试探我 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那天书的秘密怎么可能让你们知道 啊,天生意象了吗 我不知道耶 我刚才在睡觉觉 哦,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明日是初一 道爷别忘了去道观中作堂 好的,我知道了 道爷的秀为虽然很高 但他毕竟是个孩子 刚刚道爷明显在撒谎 很明朗嘛 小道爷肯定是有了什么新的机缘 只是不便透露 咱们也是可而止别打探太多 紧跟道爷的步伐就好 言之有理,大家心知肚明就行 嗯 小道爷能力越强 就越有机会传授我们一些低等功法 咱们可得把这小祖宗伺候好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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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